好,接下來我們就要使它真的會有帶電 我們叫做第一個方式叫做感應起電 就是利用靜電感應的現象 讓它正負分離之後 想辦法把一個拿掉 讓它真的會有帶電 這叫做感應起電 取一個帶電體靠近金屬陶體 靜電感應正負電分離 然後接地 這個符號是接地的符號 接地的符號我剛剛講過接地的時候沒人疼沒人賴的會不見 遠端的就是那個被排斥的 就是那個沒人疼沒人賴的不被吸引的 它就會消失不見 然後所以就把它拿開再把帶電體拿開 這時候金屬到以上的電荷就會均勻分佈 就變成有帶電 而且帶的是異性電 因為剛才原來的符號應該被拿掉了 所以就帶了異性電 就是說法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課本後來的圖 這張圖是完全正確的 第一張左上角正負電混合均勻 分佈合起來不帶電 右上角有個帶電體靠過來 正電靠過來 就把負的吸過去 我為什麼說它完全正確 因為那個圖圓正沒有動 正沒有動 只有腹被吸過去 然後呢 我用手去碰它 碰它 碰它以後 那個我們就說法上叫做正的會怎樣 不見 事實上是怎麼回事 事實上是負電會跑上來 跑上來 然後所以你看這個腹袖變得更多了對不對 腹袖變得更多 然後把這個帶電棒拿走 又均勻分布 現在負電比正電多 所以整個帶什麼電 整個帶的是負電 拿過來的是正電 升的是負電 所以叫做生異性電 所以叫做生異性電 就是感應起電的過程 就是後來課本上畫的圖就是這樣子畫 那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我們這樣的講解 我們說有個帶電體靠過來 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吸 所以正端身負遠端身 正 然後呢 手去碰它 碰任何地方都一樣 碰任何地方都可以 叫做接地 接地的時候老師怎麼說呢 沒人疼沒人愛的會不見對不對 不被吸引的會不見 所以誰不見了 正不見了 我們就說我們的正就不見了 我們就說正不見了 可是正面會不會動 不會動 所以實際上不是正面下去 實際上怎麼回事 實際上怎麼回事 當我要問你 實際上怎麼回事 正面又下去 但是這樣講比較簡單 正就不見了 不見之後 手就碰一下就離開 碰一下就好了 碰一下就離開 然後再把帶電體拿走 然後導體電荷就均勻 分佈 他要帶什麼電 負電 他要帶負電 就是所謂的感應起電的過程 就這樣子 可以喔 OK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碰一下 我剛才說啊 我後面的動畫說 我們的正就消失了對不對 可是這樣我們說實際上不是 我剛才上課的時候講解過了 實際上是誰在動怎麼動 是從手指頭流到帶那個金屬呢 還是從那個金屬流到手指呢 從哪邊流到哪一邊呢 請問你誰在動又怎麼流的呢 停車戰界問 十三 蛤 負電在動怎麼動 手指頭流到那個金屬 還從金屬流到手指頭 還怎麼流 你跟上 我還聽不見大聲 你可以嗎 地面流向導體 你想地面也可以啦 請坐 所以是手指頭 由我的手指頭流到我的導體 負電從地面手指頭流到導體 OK 真正的移動 這樣移動的 可以嗎 OK嗎 OK 了解 我上課那個說法 就是讓你容易理解 看到有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不見得是真正所發生的狀況 OK 我說那個不被吸引的會不見 那容易知道 但是真正會動的是什麼電 真正會動的是負電 這兩個驗電器的影片 現在應該不太會考驗電器 而是讓你理解一些事情而已 這個驗電器就是 那個底下兩個兩片金箔 如果他帶電就會互相排斥 這是因為靜電感應 所以他有帶電的排斥 手接力就會把那個電拿掉 所以他就會合起來 就是驗電器 想法跟我剛才教的那個四個東西的想法 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的 你知道為什麼原來會合起來 儀派之後又會打開嗎 因為導體定位會均勻 分布 然後他就會帶同意會相似還打開 好這就是驗電器的說法 就讓你想法思考方式 跟我前面教的是完全一樣的 OK